所以我们不分彼此 我们肯定宇宙之间只有这一个真神 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这个真神的化身 在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 没有自寻 所以真神在各个地区必须要化身 分身才能把这个教育推动 所以他要奢合当地人的文化 风俗历史背景 与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仔细观察所有经典 百分之八十相同 方向跟目标是一致的 不同的地方那都是生活不一样 不都是不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会 宗教团结 带动社会安定世界和平 化解 从国人到国家的这些冲突 矛盾 我更希望 我们澳洲昆斯兰图文巴的小城 能够真正的带动 我把这些四十真相告诉 李温霍国的这些大使团 因为我在泰国访问 有十七个国家代表 也参加了这个合同 我把这信息告诉大家 他们非常欢喜 希望我们明年 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再办一次大规模的合同 请不吝点赞